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彭P你怎么老了那么多了 对呀 我跟你大家一样 一年老一岁 现在我们的论文门的事件 已经忍了很久了 大家忍了五年了 大家辛苦了 今天到场的媒体 我在这边跟你至上最高的敬意 作为一个媒体人 这样的一个跨世纪的诈骗案 又是一个跨国际的诈骗案 我们无论如何 应该要报道 应该要讨论 让事情真相大白 而且我在这边 要谢谢张静律师 还有先前的李振华律师 王子豪律师 彭文勋律师 在这条路上 因为有你们的共同努力 所以我们在被迫害的过程中 始终不孤独 要谢谢贺德文老师 要谢谢林环强教授 因为你们用自己的融入 去换取公平正义 你们的牺牲比我还大 今天我比你们幸运 是我有身份 可以来告蔡英文 所以这件事情 我就毫不犹豫的一肩扛下了 好 今天我是以自诉人的身份 来状告蔡英文 因为我完全不相信台北地检署 当我们发现台北地检署 有黄伟 有黄冠运 郭耿诚 有刘成武 这帮子恶官在的时候 任何案子送到台北地检署 是白搭 再加上还有更恶的恶官 就是检查总长邢太昭 还有周章青这些人 在所谓的检查议题的包庇之下 操弄了台湾司法 前前后后几十年 所以我们选择到台北地方法院 来提自诉 当然台北地方法院也有恶官 有好多真的是足凡不及被载 像张勇慧 像姚念慈 这一缸子人 可是在台北地方法院提自诉 唯一的好处就是 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 在这边搜集证据 要求调查证据 要求传唤证人 至少我们可以极力主张 当事人进行主意 可以靠我们跟律师团 还有所有关心这个案件的 所有朋友们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应该可以在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庭上 来企图找回事情的真相 这个是我们等了四十年 这个第一次在台北地方法院 状告蔡英文的刑事案件 也是让大家忍了很久了 从2019年 从林环强教授的调查报告 50页的调查报告 其实就非常清楚的 展现了所有蔡英文犯罪集团的犯罪证物 可是大家都在台湾的蔡英文的魔掌之下 笼罩在这样的一个司法黑暗 暗无天日的氛围下 大家都很无奈 今天虽然民进党还是继续主任 但是唯一的不同是 在520以前 蔡英文有司法保护赛 520以后 她跟我一样 完全没有司法保护赛 我在这边大声疾呼台北地方法院 当我们提告之后 请你立刻开庭 传唤蔡英文 然后不准她视讯出庭 然后立刻把她的捷克的她 发布通气 那这样子呢 就表示你们公平的在审理这个案子 因为这两年半来 我受到的遭遇就是如此 今天呢 可能社会大众都遗忘了 有人说我潜逃 对不起 我从来没有潜逃过 因为这个案子在台北地方法院 两次的这个停 我们都准时 而且正常的出庭 第一次呢 准备程序 我们出庭了 而且呢 我当庭啊 替蔡英文认罪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就转换到下一位法官 就是到姚念慈的手中 第二次的这个准备程序庭呢 因为 姚念慈跟公诉检察官刘成武 违反了刑事诉讼法 他们并没有将诉讼的公文 把英文翻译成中文 所以违法的情况之下 我的两位律师呢 就请他们补证之后 我们再出庭 他们看这个情况好像 没有办法再跟我们 两个优秀的律师斗法 于是 他们又不愿意调查证据 又不愿意传证人 他的唯一方法 就是要让这个案子呢 冻结 或者是撤销 冻结跟撤销 在法律上只有两条途径 一个就是 把我给暗杀了 跟陈文成一样 或者是跟尹兴峰一样 或者跟这个刘怡良一样 因为当时的死亡 所以这个案子呢 暂时不能复追 另外一个方法呢 就是 通弃我 把这个案子呢 暂时冻结 于是 他们趁我 持中华民国护照 陪着小孩 从我们的国门 大摇大摆 走出国门到美国的时候 突袭我 对我发动了 开庭的通知 我想所有跑司法的记者都知道 不管是刑事庭或者民事庭 法官定下一次停期 一定至少要征询双方的律师 因为也许被告原告不是很忙 但是律师通常都很忙 所以他为了尊重双方 能够达到双方诉讼的公平 他会问双方的律师说 你们能不能瞧一个时间 让双方都可以出庭 但是我被蔡英文告这个案子 是中华民国司法史上 唯一一个不跟当事人商量 就直接定停期的一个案子 而那个时候 我人刚好在肺炎最严重的 那个时候人在美国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申请视讯出庭 在这五年当中 包括现在我都还申请视讯出庭 没有一个庭 是从头到尾都不准的 我连在英国出庭作证 都是视讯 唯独在姚念词的这个庭当中 完全不准我视讯 而且不附加任何理由 在准备程序庭当中 原本当事人是可以不用出庭的 各位可以去参考 马英九总统最近的一个案子 因为马英九总统 在前面几次之所以没有出庭 法官也说了 因为准备程序庭 被告并不一定要出庭 所以我想熟悉台湾司法的人都知道 在准备程序庭 律师代表出庭就可以了 我确实在准备程序庭 连开都还没有开 询问完人别之后 就立刻退庭 两个星期后就发布通缉 而通缉也就算了 竟然还可以违法 把我的有效期间的中华民国护照 给没收了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更何况你们这些沾满鲜血的双手 这个时候是你们该还的时候了 我相信中华民国或者又称中国的台北 Chinese Taipei 在这个中国的台北双十国庆前 我在这里呢 在遥远的祝福啊 我们的国家国运昌龙 那在这个普天同庆 渤海欢腾的日子 我希望台湾的天空充满了公益 所以我选择这个黄道吉日 跟我的律师 还有所有在座关心台湾司法的人 一起来状告蔡英文 因为这个案子是自诉案 所以他不能牵洁也不能吃案 至少该开庭吧 那请问一旦进入审理庭 蔡英文你能不出席吗 今天如果我是你 我遭受了五年的冤屈啊 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那么这么好的机会 能够让你面对法庭 能够让你面对社会大众 你怎么不好好的出庭 来为你自己的这个 你所谓的1.5个博士 尽你所有的举证责任呢 所以该是职求对决的时候了 这只是第一个案子而已 后面还有接续的好几个案子 我们都可以自诉 也可以提告诉 也可以提告发 我在这边也警告 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们 这该是你们找回 你们作为司法官的 良心与初衷的时刻了 我不指望你们 看我赢 或者是我也不指望你们 要如何的 摒弃政治的干预 我只要求你们 按照程序 该传的证人请你传 该传的证物请你检视 而且把这个案子摊在阳光下 让大家能够共同的来审视 我在这边也要求司法院 这是一个实施国民法官 最好的时刻 请采用国民法官制 让台湾善良的老百姓 能够参与 让他们用最简单的 老百姓的最简单的思维 来判断这一个蔡英文的博士学位 跟博士证书是真的 是假的 同时我也要求司法院 根据法院的组织法 开放这个庭 做网络的直播 让全国的国民 能够看到这个案子 因为台北地方法院太小了 关心这个案子的人 从海内到海外 至少可以让整个博爱特区都塞满 还有余 光是我在美国的朋友们 说如果要开庭 他们打算回去亲自旁听的 到目前为止 可能实价飞机都在不满 所以我希望 既然大家这么关心这个案子 我要求司法院开放这个案子 给所有的人在网络上 能够直接观看 技术上难不难呢 一点都不难 因为我自从来了美国之后 除了姚念慈 跟后来我们告英国的 伦敦政经学院的法务经理 Cavin Hans的恶法官林伟环 两个人不准许我 网络视讯开庭之外 我至少经历了50场以上的 网络直播开庭 也就是说我看得到法庭 法庭看得到我 我跟张静律师 跟对照律师 还有法官都呈现在画面中 意思就是说 远端的任何人 只要有账号密码 都可以看到这一场法庭的视讯 也就是说 只要你公布账号密码 给一个比较宽的频宽 台湾甚至世界各国的人 有兴趣 可以看这个世纪大省的人 都可以参与这场诉讼 这个诉讼的指标意义在于 他在考验着 台湾中华民国 在2024年 这前后的10年之内 2400万人 有没有道德勇气 能不能就事论事 这个国家的公民 有没有足够的智慧 这个国家的司法体系 有没有足够的正义 能够面对现实 所以这不是一个彭文正的案件 也不是张静的案件 这是一个攸关台湾 在这50年前后历史当中 一个重要的时刻 我们不能够让一个横跨台湾跟英国的骗子 从1983年绑架了台湾的公务人员 41年而让这个骗局继续演下去 该是时候了 我希望台湾社会重视这件事情 至于台湾的媒体 台湾的社会名流 台湾的司法界 台湾的学界 台湾的知识分子 我们都有幸 站在这个司法公益 与黑暗沉沦的十字路口 这个时候 是考验我们这个世代的人 是不是抬头挺胸 能够面对历史 我相信这个正义的列车 最后一班车 请你们赶快上车 不要继续保持沉默 因为沉默是罪恶最大的帮凶 最后 我用圣经上的阿摩斯书 跟大家共勉 愿公平如大水滚滚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另外就是大家熟悉的路加福音 隐藏着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 愿上帝纪念所有爱好公平正义的朋友们 祝你们平安喜乐 祝公义得胜 谢谢大家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你有认出来我的声音吗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KS皇家呵护 芦荟宝石舒缓凝胶 简单说就是不擦这个凝胶 就像我一样 擦了凝胶就会跟何慧荣一样 就对了 这支KS 芦荟舒缓凝胶 质地非常的好推 好吸收 不管是像我一样 待在冷气房里面 或者是户外日晒之后的收护 都非常推荐适合喔 接下来的影片请帮我看到完喔 记得我的推荐代码 CTi567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灶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Sq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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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